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一年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很多second hand listing 現樓的影片 現在終於可以回到我們劉花的主場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一個劉花項目是Polygon的新盤 地理位置是Matchel Town的大範圍 靠近Patterson這個站 稍後跟大家去Patterson實地現場 看看區未來的發展 其實真的很旺盛 這個盤的名字叫Onix 發展商是Polygon 這個盤的賣點是非常直接 就是性價比非常高 用非常高來形容 Matchel Town我們買了很多 由中價 便宜價 貴價 如果值得推薦的話 貴價可以到$1300-$1400一呎 這次Polygon這個盤 我們先不要說是否奢華內裝 最簡單的Polygon是一個很穩定 起碼不怕它爛尾 起出來的東西 有保證的項目 赤價基本上可以是$1200以下的 這個建築名叫Onix 樓高34層 最高是Sky Lounge 33層是Pent House 32樓到6樓是住宅單位 總共有260個單位 其中有一半都會是$1200一呎 那$1200一呎 意味著什麼呢 就是一個兩房單位 七百多八百呎的話 有機會是90尾 去到100宗 甚至再低一點 除此之外 這130間單位裏面 還有70間 它的呎價是可以低到$1100以下的 所以這間區的兩房和一房單位 當然肯定不是最高的幾層 坦白說 都是中層以下 可以說一房未必是50尾 60宗的價位 而兩房的話可能是80尾 90頭90宗 這個價位無論是用赤價還是總價 唔心來算的話 都可以說是現時Metrotown整個範圍 包括Patterson這個範圍裡面 值得推薦樓盤裡面是最低的一間 我們詳細跟大家分享一下整個項目是怎樣 由位置開始看起 其實那個位置大家應該一點都不陌生了 我們去過很多次 分享過很多盤了 這個是Metrotown的範圍 Metrotown的站在這裡 Metrotown的商場 麗晶 Station Square Kerry跟大家分享過很多次了 走到的Walking Distance 或者搭一站Sky Train在Patterson 旁邊已經是Central Park 在這個位置裡面 其實是很小的一個位置 已經有很多項目 會將整個街區 Olive、James、Wilson這些 全部都會建設到 大家預測到2028、2029 都會是新樓的 Onix可以說在這個區域裡面 差不多是接近壓軸的 通常壓軸的盤都會很貴 或者是很不便宜的 但現在反過來 配合Mycat和Policon 本身一直都不是說要買到最貴 而是最實在的東西給大家 所以這個最壓軸的盤 反而赤價現在是現時裡面最低的 我們看看Building Model 這座大廈的設計 有沒有覺得 跟我們差不多去年年頭 分享的Perla 是有點似曾相識 它不是說很正正方方的Block向上 而是有一點長條形的設計 好像餅乾一樣 我常常覺得像夾身餅一樣 是扁一點的 威發餅 什麼 威發餅 威發餅 OK 回所設施的話 它會分為在Ground Forward 即是門口進來的這個區域 以及上面最高層的Sky Lounge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Gym在室內內 這邊有外套區域 有兩個類似的Hot Tub 以及桶式桑拿 在外面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浸一下水 雖然不能游泳 也會把價值減到最低 室內還有一些會所設施 如果來到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Gym其實也很大 它有分為跑步機 以及後面的重力訓練 外面有個Yoga Lounge 大家可以看到 它地面都有三個大的Garden Flags 類似是Dog Area等等 這個位置就是一堆簡單的Manities 上到上面的Sky Lounge 有些什麼呢 其實可以跟大家來這裡分享一下 想看景的話 就算你的單位沒有的話 都可以上去樓下 去到Sky Lounge 有Outdoor、Indoor Area 有Games房 打球 這些隨時會進入冰雹波台 很多時候看Strada會決定 我看到很多建築都是 然後Library 就是有Lounge 然後有這些大房 給大家開Party 然後中間有這些Social Room 你去到上到最高層 你可以休息一下 或是跟朋友吃飯 開Party等等 外面還有一個Sand Garner 這個就是比較減結的回所設施 住宅單位的話 簡單來說 一房一定是比較划算的 剛剛跟大家說了 很多時赤價 可以到$1100、$1200 甚至以下 然後四個C Plan 都是C Plan的兩房 然後到19樓以上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些露台的闊度 是很厲害的 一邊看上去 那些就是不同的B Plan 那隻Plan 都是Polygon 是很Signature的Plan 就是我們當初Purlite有買過 甚至Carrie年頭 我們有分享過Polygon 一個Older Building Madison 在Blanwood那裡 差不多是類似的 門口進來不浪費 然後是橫 很開闊 好 開個Plan 類似是一個這樣的Plan 門口進來 完全沒有走廊 衣櫃 然後是極度橫的廚房 飯廳 還有很闊的客廳 然後兩邊是分開房 主人套間有一個很大的walk-in closet ensuite 現在它的設計 廁所還有一個bench 讓你坐下或放東西 另一邊是2nd bedroom 衣櫃 然後跟第二間房是很接近的 拉到鍊已經可以做到2nd en suite 還有一個很大的deck 不過也看看不同的樓層 那個deck的尺寸有些不同 這隻的Blan 基本上是由19樓開始 到最高都有 下面是沒有的 這個也是之前 無論是Purlite也好 但其他類似Polygon的盤 我們買得最多最受歡迎的兩隻 剛剛說了 有不同的Clan 就是Clan位的 有些有儲有些沒有儲 如果大家跟大家分享 景觀好少少的 就會是C1和B1 就是東北角的位置 這個位置的話 其實室內空間都非常實用 829呎門口一條小小的走廊之後 客飯廳是Clan 兩間房 en suite 這兩間房都很接近 我們又看看景觀 其他地方不說嗎 說一房 先說一房還是先說view 說一下景觀又說一房 我也覺得是 我不是說到哪裏 我們先看看景觀 我們從低樓層開始 大家很容易明白周邊是怎樣 這裡有個小小的建築計劃 可以很容易幫助到大家 看我哪隻側的時候 是甚麼景觀 現在我們在看的 這個眼角是北邊的 北邊的話是有樓的 但為甚麼Carrie剛才說 如果大家想看景觀 可能要說是東北會比較好 因為這些建築都不算很高 其實你去到25樓開始 同一個位置 你已經高過他們了 甚至你都不用去到25樓 可能22樓已經很開陽了 這個北邊 去到東邊 東北角 其實20樓開始 不會說很開陽無遮擋 但也未至於直接是樓望樓 比較舒適 有些山景 有些綠湖景 這是東北角 屬於這次Onix這個建築 景觀比較吸引一點 到了東邊 正東 甚至是東南開始 大家已經看到地盤 這是Central Park House的地盤 其實現在我們實地去看 它已經起到很高 這個Polygon的景觀 其實是再舊一點的版本 17樓大家看到地盤 就算你去到34樓也沒用 因為Central Park House比我們高 所以東北偏東也比較好 一去到東南開始 基本上就沒有了 為什麼呢 因為東南這一邊 全部都是樓 Central Park House是一棟 另外Bosa正在賣的另一個項目 Show House也是高 然後前面就是Nouveau 所以東南邊基本上就沒有了 再去到南 就是本來我們上年跟大家分享 都是Polygon的盤 就是Perlant 就是這個位置 我們中間夾了一個Lowrise Perla項目本身的Lowrise 再是Highrise 當然它在南邊的話 除了Block了你的景觀 不是一個優點之外 它另一個優點就是 大家如果拍Skytrain的聲音 它會可以Block到很多Skytrain的聲音 因為前面就是Skytrain 我們這張圖也可以看到 由我們這個建築 Onix 走到Skytrain 就是一條直路內街 所以是非常近的 而且現在大家看很多建築工地 好像融融爛爛爛的 但是By the time Onix 在2028、2029收樓的時候 然後這個街區一堆全部建好了 會是很帥氣的一條街 去到這邊 這裡也有一個工地 就是之前Kerry跟大家分享過 Concord Pacific的Green House 就會在這裡 所以這個位基本上 全部都會是新樓包圍住的 為什麼說景觀差一點就是 這裡有一個甲角 如果真的想看Central Park 小小Tree View 其實都不是很open的 是真的一個縫隙 因為這裡就會起高樓 我們就算高層一點也沒用 因為都是很高的 你去到29稍微好一點 但是因為Perola和Green House 都是高的 所以你始終都是一個gap的位置 去到西北邊 這個正西 你會看到Green House 看到本身這座舊樓 都不太舊 這座都是新的 然後旁邊開始是建築 慢慢進入了北邊 如果你夠高 你高於後面的建築 也會有些景觀 然後就開始回到東北邊 整個Onix 看出去的景觀就是這樣 主要是城市景觀多 賣美景的單位又但不多 價位肯定不會是1200元一呎 那些賣景觀 高層賣積的就會比較貴 如果大家說性價比最好 上車盤的 One bedroom只有兩隻 A和A1 不同的樓層都有 基本上這一房就很簡單 門口進來 有一個L-shape廚房 有客廳有飯廳位 有客廳位 接著房間也很漂亮 房間也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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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兩個床頭櫃 這房間也有586呎 所以如果它的開始價格也好 大家計算呎價也好 1200元一呎的話 它也沒有什麼高層 最多都可以去到18樓 但是A無論是北還是南 都沒有什麼景觀 因為你樓層低 你越過不了後面的建築 其實是不需要買到這麼高的 你買10樓、8樓、12樓 可能是50-60頭鐘 是沒有車位 但是車位可以買的 三萬元一個在你開盤的時候 加起來不是70萬 可能是60萬宗 已經可以買單一個低層的房間 這個相對來說是整個區 包括Metrotown、Brandwood 我們Patterson這邊也好 可以說是最便宜 而質素有保證的一房間 因為始終是Poligon 不是一些不知名發展商 不知道起不起到會不會爛尾的問題 這是一房單位 一房在19樓 大家看到沒有了 18樓以下 無論是向這邊 北小小西、北、東北 還是向南都是這些一房 A和A1 A可能更便宜 因為它532呎 小了60呎 那裡又兩三十萬元 所以就看大家的需求 剛剛說了 這次我們強調了我的性價比 除了普通單位之外 我想如果想住Penhouse的朋友 這邊的性價比應該都挺高 為什麼這樣說呢 Penhouse在33樓 不是超級五、六十樓的高度 Penhouse也沒有分為一層 只有兩個單位 所以整個磅心壓低了 而Penhouse這次設計也有特色 我那些磅全部放在網上 大家自己看 重點可以跟大家推介一下 是PH6和PH3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其實很少看到 那個磅 它是這樣開窗的 從這邊開始到這邊是這樣的 方向的話 這邊是北 有一點點西藍 所以大家看到 它的窗的開效果是很不同的 而且Size也很大 1216呎的兩房單位 門口進來也是完全沒有走廊位的 這邊有廚房 客飯廳空間 這個虛線是 potential 大家如果想要第三間房的話 Penhouse可以幫你做的 現在暫時是兩房 然後這個客廁 客房 客房是corner 另外主人房也是corner 所以兩間房會很光亮 包括剛剛客廳也是corner 然後主人房的套廁是五層 有浴缸 有一個很長的shower 有兩個sink walk-in closet也很大 而且重點的特點就是 廚房 Penhouse的電器會用milla 也會是36吋的爐頭雪櫃 會比下面的單位大很多 這就是其中一種顏色 另外Penhouse 3 就是很橫的 一樣 有一點東和西南的通透 這邊全部都是玻璃 落地玻璃 這個位置很光亮 這個位置有點像我們Penhouse 打橫開的 有廚房、客廳、飯廳 然後主人套房是這裡 主人套房自己也有一個很大的deck 另外這邊客飯廳也是一個deck 另外2nd bedroom 有衣櫃很大之餘 對面就是洗手間 這裡也是 對面就是做到蓮子 做到門已經是1次的套房 像這些Penhouse 就不太多 上市也不會超級貴 幾百元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都可以了解一下 這個價錢未出 出了再告訴大家 我們今次在售樓柱 看到發展商做了兩種顏色 但其實整個項目是有三種顏色 我們很快看看中間的顏色 就是一種顏色 地板也是做出來 然後地板也是木色 然後主要的櫥櫃 都會是這些木色 無論是下面 還是雪櫃面 它的搭配就是上面某些櫃 是這隻淺灰 而它的Tiles 都是以淺灰 有些黑紋為主 然後就是Quartz 白色的石櫻櫃面 這隻就是中間的顏色 你看看它的眼睛的柔和度 就很厲害 好像很軟 全都是大地ground的色彩 這個單位已經是兩房的單位 有一個Island在中間 我們要看看另外一隻 是深色的顏色 還有洗手間 洗手間的話 地磚都是淺淺白灰 然後有一個台面 這一個台面 它跟廚房台面有些不同 它是淺淺的灰 有點像剛剛那個Back Splash的顏色 有一個鏡櫃 鏡櫃上面還有LED燈 裡面很帥仔 它全部都是鏡 由左邊開是鏡 鏡櫃的底也是鏡 這個我覺得挺特別的 我們很多時候看到鏡櫃 最多是這一邊做了鏡 裡面都是沒有色 即是沒有東西 這個不錯 然後那些磚 那個磚其實很有感覺 很高級熱風 在鏡櫃 這個是無框玻璃的Shower 裡面放了植物是什麼 剛剛這個就是和大家分享的 Bench 現在大部分的職 如果是Shower Stove的話 它不只是整個纖維底座 後面再幫你做一個Tile Bench 老人家可以坐 放東西的話 很寬敞 可以放很多東西 然後有一個Ring Hat 再加上可以拿下來的Hand Hound Shower 整套給你了 這個就是Shower Stove 現在和大家看一隻 完全和剛剛那隻大地色系相反 是一隻深色系 它這隻色系 由台面 去到Back Splash 去到櫃面 都是不同 少少不同質感 或者是紋路的深色 即是黑色 或者是很黑的 或者是很深的木色 然後配一些不同的紋路 但是它的地板 就不是深色的 地板呢 大家看看我腳下踩的地板 就是一隻 是淺淺的木色 所以就讓大家入到單位 即使是選擇深色系 你會覺得很型 又不會覺得很暗 好像不開燈 什麼都看不到 它有一個挺漂亮的對比 好了 我們先看看 為什麼它有不同的對比和質感呢 因為它雪櫃 和下面這些櫥櫃的櫃面 它是有紋路的 好像有木紋的紋路 深咖啡色的 但是它的櫃面 其實是不同的 終然大家看起來好像很像 它是一種防止紋 然後摸上去有一點霧面的櫃櫃 是深灰 很深的灰 然後台面的話 又是 基本上是一種深黑灰 跟櫃的顏色很接近 然後有些淺淺的白灰色的紋路 跟它上面的Tiles很相似 但是兩種顏色是有一點不同的 所以它是不同的深色組合 都配出來很細緻 這是七樓營機 剛剛說了Penhouse的電器 會有一點不同 是Mila 下面其他所有單位 都會是意大利Vogamilano 也會是30吋的Gas爐頭 然後上面是七樓營機 也挺大 這些旁邊全部是儲物空間 它牆身上也有這些電掣 這些都是用黑色來做 去襯托整個Style 這些都有一些轉彎的櫃 裡面是有一個轉盤 今次的轉盤是金屬 是塑膠 然後下面就是Fulga Milano的焗爐 然後旁邊這些都有櫃桶 剛剛打開來看 有兩格小的 一格大的 櫃桶的話 除了做在這邊之外 也做在Island Island的桌面 這邊跟Counter Space一樣 這邊的櫃桶更長 裡面都很漂亮 Glossy 反光 這邊有些大櫃桶 微波爐 Panasonic在中間 然後這邊洗手盆下面 也幫大家做好垃圾桶 它的洗手槽很大 大家洗東西就不用怕 好像要遷就這樣 然後這邊有個洗碗碟機 也是Fulga Milano 這裡還有一個櫃 不一定是每一個櫃桶都會有這個窗 只是這個售樓櫥裡面有窗 所以大家要看那個櫃桶 才會知道你的洗手盆 外面有沒有對著窗 我看大部分都沒有 這裡大家要注意 好 Island又說完了 Island這邊突出來的位置 又可以坐到兩三個人 大一點可能坐到四個人 因為它除了這邊可以坐 這邊也有突出來的 然後裡面也有電掣 有USB插鬆 好 我們現在在看廚房看完了 這邊就是一個CORNER的兩房 如果這隻職去模擬的話 因為你會看到兩邊都有窗 這些通常都是CPLAN才有CORNER 好像B1也有小小CORNER窗 大家看看 然後這邊就是進去 這些大家看到這麼漂亮的Style 大家將來可以copy它 放在自己的房間裡 但是發展商是不包的 到時都是一個普通的白色長壁房間 但是看到的優點 就是剛剛我們看職的時候 Furniture也看到 它可以放到King Size的房間 如果你想知道 某一隻職是放到King Size 還是Queen Size床的話 可以特別來問Carrie 或者我會儘量把這些資料放在網上 給大家參考 兩邊床頭櫃 大玻璃 還有可以開窗 然後很多兩房的職 都有walk-in closet 這邊開門進去 大家看到這些這麼漂亮的櫃 我已經找了一段時間 是沒有Display的 都問我發展商 是包給大家的 包括燈條 還有這些鑑隔 這些掛衣 然後這些櫃桶 Open Shelfing 全部都有的 靚靚仔仔的交流給大家 好了 然後這裡就是主人房的洗手間 它跟剛才我們看的完全不同 因為它這隻是配外面的櫃櫃深色 所以它的櫃櫃一樣是這些 好像 concrete style 但是 它是雅面的 不是光面的 但都有很多紋路 然後 跟裡面一樣 整個廁所鋪了 對 而且它整個廁所都鋪了 不是 這邊沒有 這邊沒有 一邊沒有 基本上鋪了 所有這些溶水的牆壁 包括這部牆都鋪了 都是這些比較大的正方形磚 它的紋路都很漂亮 下面一樣 也是有一個可以坐的櫃櫃 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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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 這個程度是10月初的時候 大家如果有興趣 其實也是一個多星期內的市場 大家講開什麼Greenhouse Showhouse 包括其他很多 Concord Metro Town 其實都已經是去年 甚至前兩年前開始賣 所以真的推出一個全新盤 一個單位都沒被人買過的話 就應該是Onix 亦都鑑於它的低尺價的關係 估計 即使現在這個市場 其實不是一個很熱門的市場 但也有機會造成 大家可能想搶一些很底的單位 尤其是這個建築最有趣 Carrie看完分析下來的就是 因為反正它都沒有觀看 所以反而大家可能 是沒有以往選擇得那麼細節 因為當有觀看的建築 大家可能又不用急著 去搶最便宜的單位 因為我心想 我是要漂亮觀看 但這個建築的賣點 其實它賣的不是真的 我的景觀有多漂亮 反而是我Polygon 給你的內裝 給你的保證 然後我又給你的便宜價 所以可能也會有一點熱門 如果大家真的在找榴花 當然大家都要留意 它的交流期 又是2028 現在2024 至少等4年 可能一向都比較準時 應該不多會延遲 但也要留意 這個榴花期 是否大家可以等到 中間住哪裡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上到我的網站 CarrieCarrieCarrie.com slash Onyx 我把現有所有資料 放在那裡給大家參考 如果想約去售樓署 或者已經對某個職有興趣 或者有特定問題想問 或者想錄定單位的話 也可以在上面填一個表 我會盡快聯絡大家 和大家安排 Polygon的新建築 包括現在我們Onyx 都會有智能家居套裝 香港的朋友是二熟能長 每個人都指紋 密碼開鎖 我們這邊是很新的東西 所以有都很好 不用永遠都帶鎖匙 我現在還未上電 有密碼鎖 屋內會有螢幕 可以看到樓下誰的按門鈴 以及有一個App 可以聯繫你手機 也有開關鍵 這套智能家居 就是POWER BY TELUS 到時候入伙的時候 都會有在這裡 我們現在來實地 和大家看看 Onyx的位置 Skytrain站 大家之後走這條路 就在前面 所以是兩三分鐘 由Skytrain站 一路數過來 就會和大家數到Onyx 首先 Skytrain站正對面 這邊是一些矮層的Townhouse 或是Low Rise Condo 然後已經是POWER LA的高樓 這邊 POWER LA高的座位是比較前的 中間這邊是Low Rise 這個方向向南邊 後面是南邊 這個就是Low Rise的位置 然後 中間這條馬路是James 然後 這邊 大家看到這座 是紅磚牆的建築 就是發展商 他跟我們說 這個是收購不成功 所以 近來 他還在這裡 住得好 而且 他的深淨程度 比起後面 都是深淨很多 後面 這個咖啡色圍欄 就是Onyx的位置 所以 雖然說 向南 是對著POWER LA的高樓 但大家其實 你看到 它的闊度 也有 即是座底有 這個Low Rise 這個花圃 James 再一個POWER LA Low Rise 才是High Rise 大家可以實地來看看 這個闊度 這個是南邊 所以那邊是北邊 跟大家看過 航拍圖 看過所有圖 都知道 它北邊是有樓 但是不高 十多層 十五層 後面是二十多層 所以這兩座 只要大家 買回 差不多十幾 十八 二十以上 就已經不會被它擋得正正 就已經開始看到 後面比較開揚的景觀 那這邊 就是東邊 大家看到 我現在 平排的位置 其實就是這個 不賣那座的建築 它的正東就是 Central Park House 所以 其實 Honis的這個建築 一定是坐後 錯後了一點 如果向東來說 不是對得正 有一點點隔開 當然 你無論如何都在單位 不同角度 你會見到 你不會見不到它 再向那邊 就已經是Matchel Town Station Square 方向了 所以東北位 偏北是比較開放的 這裡 Central Park House 這一棟 大家現在建築的高度 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它和前面 這個建築的高度 就是Nuvo Nuvo 似乎應該是這兩年交樓 Central Park House 都差不多 中間還有一座 Soul House 基本上大家可以 當是平排三座 Soul House 也高 Soul House 落成日期都是 2028至2029 所以到時 大家買Onyx的話 其實到這座樓 落成日期 基本上這座 都建立好了 為什麼說它是壓軸 壓軸 但壓軸得來 它又不貴 就是很抵制 這個原因 好 剛剛看完北 東 南 西邊 它在Onyx 直對西邊 有這座建築之餘 有座高樓 這座也不夠 這座也挺新的 然後它前面 這個工地 就是Green House Bio Conquer Pacific 所以它這個位置 Green House 建築的方法 高樓大概在後面 這個位置 是對正前面 這座建築 所以這座建築 也會有座高樓擋了 真真正正 如果你說西南 看公園景 其實是很少的 真是一個那位 這座建築的後面 就是Central Park 這座建築 它嘗試賣 似乎還未成功 始終有一天 如果它成功 起碼也會擋 這個真是很長遠之後的事 因為到現在還未成功 所以大概的景觀就是這樣 然後向南就是Skytrain站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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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